投出病房内的照片 大大的鼓风机是负压隔离病房的设备之一 网友发文在隔离病房 感觉像在部队一样 而悲观的想法影响他的心情 特别是某天中午吃便当时 临床的病患过世了 却一直等到两点半才有人来处理 心情很不好受 医护解释人力不足可能会是一大问题 但真正原因是跑的流程比以往还多 要做很多的程序 例如像我们遇到如果病人死亡了 要死亡之前他一定会有一些警讯 那在警讯之前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处理 例如像说我们要记录他最后一段 离开的心电图 然后家属已经达成协议 不做急救的部分 第一线医护人员身心备受压力 在专责病房近处要穿脱隔离医 处斥本来就比较慢 再加上跑的流程变多了 种种因素都会影响 确诊激增当下 护理师每天在医院都得面临生理死别 有时情绪也会跟着受影响 最前线战场上抗疫心情也跟着病人 情绪起伏 医护也看尽人身百态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